原来最开始的电线杆 都是用木头制作而成 直到钢筋水泥的出现 木制电线杆才慢慢被替代 但是制作它并非一时 要选用质地较为坚固的大王松木 并且直径要在40厘米上下高度不低于9米 这种高度的大王松基本要15年以上 紧接着这些木材会被送往加工厂 为了防止私人砍伐 还需林业工人人员贴好标记 只有贴好标记的木材才能进行加工 下一步工人会利用插车 将木材送进自动包皮机 包皮机的刀片会将木材表面树皮削下 树皮不仅不美观 还会影响之后的防腐加工 而这些被削下来的树皮碎屑也不会被浪费 工厂会将其回收利用 将这些碎屑作为之后烘干的燃烧物 之后包皮好的木材会随着传送带 进入切割机器将多余的尾部切除 此时工人会测量木材中段的周长是否符合标准 因为太细的无法承受电线的重量 确定无物之后 这些木材会根据不同的长度与大小 分批放进大型铲车的装载器之上 铲车会将这些木材推进15米长的摇炉之中 之前树皮木屑燃烧产生的高温 会被摇炉里的风扇吹到木材的每个角落 直到将木材全部烘干为止 烘干之后的木材工人会将尾部削平 并钻出孔洞方便之后电线支架的安装 接着这些木材还会被送进18米的加工气缸 气缸会将里面的空气吸出并注入液体 这些液体由水与化学防腐剂组成 可以有效防止之后电线杆腐烂与蛀虫 被这种混合液体浸湿的木材 一般可以用45到60年之久 为了确保木材被完全浸湿 工人还会取样对木材的吸收情况进行检测 确认无误之后这些木头就能送去指定地点力气 做成电线杆了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